好那我们现在要开始了 然后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参加CCBS的New York Talk沙龙 然后我是今天的主持 然后我叫李江花 是澳门大学认知于脑科学研究中心 也就是CCBS以及心理学系的一名博士生 然后New York Talk沙龙呢 是澳门大学CCBS的同学 自发组织的一个进行认知科学 脑科学心理学的相关领域 学术交流的一个平台 我们希望CCBS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相关研究人员 可以分享研究成果 然后继而促进我们有更多的学术合作 然后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了 来自上海师班大学的潘婉科同学 能然后能成为今天的那个主持人 我真的感觉特别的荣幸 然后婉科的研究领域是社会认知计算 以及认知建模 他在很多平台上也分 很细致地分享了 飘移扩散模型的相关知识 也就是今天的主讲内容 这个模型是认知决策领域很重要的一个模型 然后婉科它将从四个方面来介绍这个模型 在婉科分享的过程中 大家有疑问的地方可以随时发在聊天框里 然后目前已经有70多名同学在这边了 大家可以将名字改成自己的名字 加上自己的单位 然后我们也可以更好的互相认识 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沙龙 然后我们会录屏 大家可以在今天晚些的时候看到视频分享 差不多就是这些了 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交给婉科 然后非常感谢 好 婉科你可以分享你的评 对好 现在大家能看到了吗 可以的 好 大家好 我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 我叫潘婉科来自上海师范大学 现在阳二 然后主要研究的方向的话 是关于社会认知与决策 然后现在在做的话是关于谣言的谣言判断的一些信息 然后主要用的一些方法的话就是认知建模 那最主要的就是用到这个飘移扩散模型 那今天想主要分享的内容的话 也是关于去最基本的去介绍一下这个滴滴模型 它到底是什么样 然后从而去扩展普及一些关于认知建模的一些知识 因为这个去准备这个presentation的时候就是给那个基础非常差 或者是没有接触过认知建模的同学们去进行这个准备 所以他会讲的非常的基础 但是设计的面的话我感觉也是会比较广的 然后左边 我的PPT左边这个图像的话 这个人的话就是这个滴滴梦的一个创始者 应该也公认的算一个创始者吧 但是这个DNA模型的一些思想啊 或者有些东西打他肯定也有一些更生的起源 然后就放了一个照片在这里 然后这是一个讲的一些主要部分 虽然我列了一个那个比较大的一些提纲几个部分 但是其实演讲的内容的话可能有一些那个插入 我的那个这个学校的一些风格的话 是从一些问题入手 然后逐个的去解决一些问题 从解决问题的一些过程当中 再去引出一些新的问题 然后再去你这样解决 然后所以可能那个节奏的话 有一些比较奇怪 但是我也有一些那个比较好的框架的总结 应该能帮助大家去那个比较好的理解吧 所以这个alline没什么所有 那所以一个最开始的最简单的引入的话 是关于一个社会决策 比如说啊我们像那个你来听这个演讲之前的话 可能就会去食堂吃饭 那你选择哪一个食堂呢 比如说有两个食堂 左边的食堂它就是那种比较大重点的食堂 然后它是比较便宜的 但是可能人很多比较炒 然后也不怎么好吃 但是右边的食堂的话 它的那个气氛或者氛围比较好 但是它可能更贵一点 那你会怎么选择呢 那往往影响我们选择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考虑一些因素 比如说你最近手头一点紧 然后你不是很宽裕手头上 所以你可能去选择左边这个食堂 就是这个选项A 那也可能是你想你天天都是左边那个食堂 右边那个食堂 然后你现在想换一下口味 然后去左边那个食堂 那或者的话就是 你就突然走到了左边这个食堂这里 然后你停下脚步之后的话 你想我好像没有什么选择 我也不多去想做一个决策 就直接进行了一个决策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你没有一个心理过程 那你直接出现了一个行为 然后第四种的话是什么 可能你和你的室友在一起 那你室友想选择左边的食堂 那你和他一起选择左边的食堂 那我们就想通过低电模型 能不能去回应这样子四个问题呢 那我们就可以介绍一下 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 它其实可以用一个叫做 决策场理论的东西来解释 那所以如果大家那个已经看过一些关于DTM的模型 特别是他应用到这个价值决策领域 或者是社会决策领域的话 一般就会看到这个决策场理论 然后就是决策这个场理论的一个创始人 他的一个大致的假设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个偏好 比如刚刚那个我偏好选择一个便宜的 或者我偏好选择那个比较好吃的 那我这样子就会有一个偏好 这个偏好的话就会导致我有一个心理过程 这种心理过程的话 我们就认为是一种信息的累积 或者你是在比较两个选项 那这是一种心理的一种认知过程 而这种认知过程 它达到你的一个满意度之后的话 或者是一种预值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会做出这样子用选择 所以右边那个图显示的就是 我们在对选项进行比较 然后产生信息累积最后达到一个编辑的过程 那这样子一些描述的这样一些机制的话 叫做绝对长领域的一些机制 它其实和我们DDM的一个模型的一个理论是相对应的 那DDM模型是什么呢 或者是我们从词源上怎么去理解这个漂移扩散模型 因为听这个名字的话 其实有点奇怪 比较难以理解 那什么叫漂移 什么叫扩散呢 其实我们可以比较简单的去理解的话 就是漂移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 它其实就是你有一个偏好 你有一个偏好就会导致信息累积 它就像在河流当中的话 那个水它有一定的流速或者方向 那你一个船放在当中 它自然而然的话 就会往一个方向去进行一个漂移 那扩散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们在漂移的过程当中 它可能受到一些其他力的影响 比如说风力 或者是有一些这种穿流的地方 那其实这是一种无序的影响 或者是这种uncertainty的一种 不确定的一些因素 所以我们叫做扩散 那当这种漂移与扩散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成为这种漂移扩散的一些过程 或者一些就是表达了漂移扩散这样的一种模型 也就像右边这个图一样 或者我们进一步来看 它信息累积的过程当中 它是存在一个方向的 这种方向的话就是漂移 我们叫drift 然后它有一种不确定性的话 就是扩散 那联合起来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想成一个 这个正态分布 或者是这样子就是用线性模型 它存在一个这个漂移率 然后一个这种不确定性的一个过程 就这样子 那我们就可以其实通过这样子一种 联合我们的一个决策 和传统的这种线性模型 或者它是一种信息累积的这种过程去解释 进一步了解探索这个DDA模型它的一些其他的参数 从而更全面的了解这个DDA模型是什么 那其实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方程式 它其实可以进行一个转写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在每一个时刻这个T 这个T时刻我们信息累积的一个量 它等于前一个信息的一个T那个时刻 加上一个我们的漂移率 也就是我们的那种偏好 再加上那种随机那种uncertainty的效果 那随着时间我们的一个心理 对两个选项进行比较 那这种信息就会随着时间 逐渐的累积 逐渐的迭代对吧 最后到达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信息量 穿过一个预知的时候 我们就会做出决策 然后这是我们常见的DDA模的一个四个参数 然后我一会一一的讲到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模型 或者一些例子来看一看 这个飘移扩散模型 它的信息累积是怎么完成的 就比如说这左边那个公式 这左边的公式 我们也可以把它认为是一种 random work的process 这种随机游走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 那个初始值是零 然后所有值都是零 但是我们存在一个稳定的飘移 也就是我们存在一个 信息累积的偏好 比如说那个更喜欢选项A 对吧 它就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种偏好 但是有一个随机性 那就是下边这条红线 它会随机的从1和-1和0之间 去进行一个采样 那最后这个随机性 加上一个稳定的一个飘移率 就会导致我们的一个信息的累积 就像这样 那如果这个信息的累积 它是往上走的大于0 的话我们就可能认为这个人 他更倾向于选择A 或者是倾向于选择上边那个值 如果他是为负的话 比如说这个飘移率为负 对吧 他信息累积就往下 那么可能他选择就是一个 选择一个另一个选项 所以这样子就可以表达出了一种 这个飘移扩散它信息累积的这样子用过程 那么现在的一个问题在于什么呢 我们有了信息累积 但是我们刚刚提到有一个预值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信息累积要达到一个预值的时候 我们才做出决策 那怎么能让这个信息累积停下来了 那最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 我们设置一个时间线 比如说我们让这个被试在第五秒 或者是你信息累积第五次的时候 我们让你去停止 刚刚提到 如果你的信息累积为负的话 对吧 你可能就是选择一个选项B 那如果其他的选项 你看其他的一些信息累积到达的一个 指示证数的话 那你选项 你的那个选择就会是A 那我们可以看到 当我们把这个时间设置设置的更靠后一点的时候 如果你的飘移率为正的话 那你可能你所有的选项都是选择A 但是如果你没有时间去进行一个思考 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例子的话 那你可能会随机的去选择到这个选择B 所以就去可以用飘移扩散模型 结合这个时间的一些影响 去说明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种的话就是 我们既然可以根据时间来进行这个信息累积的停止 我们也可以设置一个边界 当信息达到一种边界的时候 就让这个信息累积的过程停止 我们就做出决策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当我们的边界设置为10和20的时候 它的效果是不同的 当我们那个信息的一个高度设置的越高 那么花费的信息累积的时间 就越长 但是我们做出的一个决策就越稳定 但是当我们的这个信息累积的量更低的时候 就如同前面设的那个time steps一样 对吧 我们时间设的比较少的时候 那你信息累积的时间会比较短一点 普遍的会比较短一点 而且你的那个决策不会那么的稳定 那这里其实它也说明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机制 就是这个bundering中参数 在低电模型当中的一个机制 我们后面也会提到 刚刚就已经提到了 我们低电模型中两个最重要的参数 一个就是它信息累积的一个漂移率 我们一般会用V来表示 然后另一个参数的话 就是它的一个bundering 然后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公式 进行一个设定 去表示 那如果我们加入更多的参数呢 比如说我们去设定一个 这个它起始的位置的变化 我们用参数Z表示 上边这个图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起始值的话 它的起始值的话是在上边一点 那它的起始值在上面一点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 即使你可能有向下的 信息累积的一个过程 但是由于我们有一个 信息累积的这种偏好 它就导致你更多的去选择A 但是当我们信息累积的这种偏好 是负的时候 或者它那个起始点为负的时候 那你可能就选择一个相反的选项 那这个东西它代表的是什么东西呢 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一个例子 就是你和你室友在一起 如果你的室友 他选择 他倾向于选择B 那你有可能就没有很多的时间 去进行一个思考 去进行一个信息的累积 那么你就导致 你和他一起去选择 那个选项B的这个时堂 但是如果你们都很倾向于 去选择A的话 即使有一些那个不确定的因素导致你想去选B 但是你还是可能会更多的去选择这个 A这个选项 我们你可以 你要记住 就上边界的话 它是选A 下边界的话是选B 这是这个Z参数 那其次的话 这个模型 它还有一个参数的话 叫这个non-decision time 就是一个参数T 我们把参数都列在这里 它指的就是什么呢 就我们信息累积的过程当中的话 我们可能有一些这种 比如在实验当中的话 有可能一些 有一些肌肉 或者是加工的反应 就比如你看到一个刺激的时候 你的视觉要进行加工 那就是这样一段时间 你看到一个刺激 你进行反应的时候 你的肌肉有一个反应的时间 那这种反应的时间的话 它其实不是你认知 信息累积的那个时间能解化 所以它就是一种非决策性的时间 那这个模型当中可以加入这样子 用非决策性的时间 把它排除掉 从而来使得这个模型 有更好的一个优化性 或者能对我们的这个 决策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解释 就是这个non-decision time的一个 参数的一个作用 我们也可以理解成什么呢 就是刚刚我们在进行食堂选择的时候 你可能在路上就已经开始 在进行一个决策的思考 我要选择吃左面食堂 是右面食堂 那可能你在路上这段时间 你没有进行思考 那没有进行思考 但是你也花费了在路上这个时间 对吧 那其实它就是一种非决策性的时间 可以这样子来理解 所以的话我们现在就已经介绍了 这DM模型的四个参数 就是它的一个drift 表示的是一个信息累积的方向 可能是也代表的 就是你选择的一种偏好 然后其次的话 是一个bundering的这个参数 它代表的是你想达到这个信息累积的量 那你信息累积的量越 如果设立的越高的话 那你的一个选择会更加的稳定 但是会花费更多的时间 然后non-recision time 这个的话就是代表的是你一种 非决策性的时间 一种肌肉的条件的 或者加工的一些反应时 然后其次的话 第四个的这种start point 这个参数或者叫bys 就是你反应时的一些偏差 或者是刚刚提到的 有一些外界因素的影响 那我们现在就通过这个DM模型 四个参数去回答前面的一些问题 然后但是注意的话 就是此时的话 我们这个DM模型 已经出现了一些概念 像前面提到的一个 random walk process 的一个随机游走过程 和现在这个for parameter的一个 微闹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就会产生一些疑问 因为我们这里已经提到 这个DM模型和那个决策场理论 然后又提到了这样子两种 很像是模型 或者是一些算法 或者一些机制的东西 那它们是什么关系呢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那刚刚我们提到了 有四个参数 那个四个参数 但是都是我们通过 人微的去进行一些设定 来去代表一个机制 但是它并没有整合到 一个模型当中 所以我们怎么把四个参数 整合到一个模型当中 然后这也是个问题 然后其次的话 就是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 它到底代表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的数据是什么样的 我怎么 我怎么可以去用这个模型 来解释我的数据 这样子个问题 那还有的话 就是如果我用DM 这样这个模型的话 它和传统的分析 有什么区别呢 可能我们就会到这里 就会想到这样子一些问题 那么后面 我们会进行一些解答 那现在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就大家从 从这个DM的一个发展的历史 来说明它和反应时分布的一些关系 然后来介绍到真正的DM模型 再从DM模型 它所属的一个领域 叫做一个这种 信息累积的一种采量模型当中 来说这个DM的一些定位 从而去更好的解释 这四个问题 那现在我们来说说这个DM 和这个反应时分布的一些关系 刚刚因为我们提到 这个DM模型 它其实就是一个信息累积的一个过程 信息累积 然后达到边界进行决策过程 对吧 上边界就是你选择左边食堂 然后下边界就是你选择右边食堂 那你在多次的选择当中的话 我们就会形成这样子 两个反应时的分布 也就是你选择左边食堂的时候 有可能每次选择的那个时间不一样 对吧 会形成一个反应时的分布 那你选择右边的食堂的时候 也会有一个不同的分布 那这个分布是有什么导致呢 就是由于刚刚我们提到的 这些参数的一些变化导致的 所以它反应过来 其实对应的就是我们数据当中什么 一个反应时的分布 我们可以想象成就是 我们有选择左和选择右 两个选项对吧 然后右边的话 就是我们选择左的反应时分布 然后这个左边这个时候 我们选择右时的一个反应时分布 我们把它那个求一个负号的话 这样子可以把两个反应时分布 进行一个分分离 那所以其实我们的得到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本质就是 反应时和我们选择决策的一个联合分布 就是这个DM数据的一个本质 那它既然是个反应时分布的话 我们的一个出发点 应该就是从去解决这种反应时分布的问题出发 也就是我们传统进行一个传统的一个分析的时候的话 其实对于这个反应时分布的分析是怎么分析呢 其实我们用到的就是一个正态分布的模型 但是只是我们没有去强调它 我们只是默认的在当中去使用这样子有正态分布的模型 但是除了正态分布这个模型以外 它有其他的一些模型的可能性 比如说现在这个正态分布的模型 它其实也可以写成这种公式 这种数学公式的话 它其实也代表的是这种数学模型 然后它有相应的假设 此时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拟合其实并不是很好 那比如说 当我们知道有正态分布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知道有偏态分布 我们可以加一个参数来使得刚刚那个模型和公式变化 那从而使得得到一个这个偏态分布去拟合刚刚的反应时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时候的拟合会变得更好了 所以其实这个DL的本质就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理解成 其实就是对于反应时分布的一个拟合 只不过我们从正态分布换了一个模型 那这个模型就叫做DL模型 然后它这边有四个参数 我们可以通过去调整它的参数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拟合的效果 那其实就是DL模型和刚刚提到的数据的它们那些本质的一些对应关系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 像刚刚的这个模型里面的话 这个DL模型它有一个公式 然后这个公式大家可以理解成刚刚提到正态分布的一个公式 然后它可以形成一个这样子一个分布的曲线 去拟合反应时的一个分布 但是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公式它只对应一个反应时分布 刚刚我们提到它有两个反应时分布 那所以其实的话它这里会用到两个公式去 也不是两个公式 也就是一个公式当中的话 通过调整参数同时去拟合这两个分布 也就是拟合它们的一个这个联合分布 那它用到的一个公式其实就这样子 那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最开始的时候 提到了那个Winner过程 或者是这个随机游子的过程 所以其实它的那个刚刚那个公式 这个公式的话它就叫做一个 我们叫做Winner的公式 一会儿我会提到 其实就是这个叫做Winner first opacity time 然后它简称可能就是WFPT 那其实就是通过你和这样子一个参数得到的 那所以它怎么去推调到这样的公式的话 我们现在今天的话可能也不会再讲到 但是我后面有如果有人提问的话 我可以去比较深的稍微讲一下 这个公式是怎么推理到的 所以它就是你和刚刚提到的一个过程 认为我们信息存在一个累积对吧 信息存在一个累积 当累积达到一个一个限度的时候 然后就会产生反应时 然后去整合这样子一些参数 它的机制从而得到的这样子一个公式 但这个公式的一个推调的话会比较复杂 所以我们不会太涉及到这个公式 但是就只能说 它可以把这些参数进行一个整合 然后它这个公式大致的一个意思的话就是 当我们已知四个参数的时候 然后我们输入反应时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反应时的一个概率密度 那其实就和正态分布是一样的 就当我们知道一个正态分布的一个μ 和这个sigma两个参数的时候 对吧 我们输入一个反应时 就可以得到它一个概率密度 我看到这个聊天框里面有人好像提问 我看一下 不是提问 不是提问 我在扯淡 马克你继续吧 没有没有 没有很好 对对对 其实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其实就是对于反应时分布模型的拟合的话 它其实就是有非常多的一些模型 对有非常非常多的模型 然后Ddemo的话就是其中的一种模型 然后我我恰好就是只是对于Ddemo比较了解 然后它有其他非常非常多模型 像刚刚的这些演示对吧 这些演示它其实也包含前面提到一些模型 对像刚刚那些演示的话 我我前面贴了这个 这个演示的一些链接在这里 在这里贴了这个链接 然后它也有其他的一些模型 大家可以去自己尝试一下 对所以的话 我们不用去管这个公式怎么得到的 但是它的用法就是像正常分布 或者前面的一些反应时分布一样 我们以这套参数 这种mue或者sigma两个参数 然后输入反应时 得到一个它的代理密度 对只不过它因为有两个分布对吧 然后我们这个公式里面的参数 可能要去取个负号啊什么对吧 然后从而去拟合两个反应时分布 然后它这个公式的一个名称 或者是它反应时 这两个联合分布的反应时的话 我们就叫做这个 winner firstly positive time 这样子一个distribution 好这样子介绍了一个 这个专有的一些名词 然后它解决的是个什么问题呢 其实它最开始引入的一个初衷 就是去解决这个 SA这tradeoff 这个speed of curiosity 这个tradeoff的问题 但是的话就是 这个东西我就不多多介绍 大家应该知道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tradeoff的问题 但是就刚刚我们提到 这个文章过程 如果我们只是把这个公式 它取一个负号的话 它会导致个什么结果呢 也就是上边的分布和下边的分布 它其实是对称一致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 它其实并不符合我们 那个现实中得到的一个反应时分布的情况 比如说刚刚的这个演示的这样子 我们可以发现右边的反应时 它更那个大一点 然后右左边的更小一点 而且它的那个均值和这个偏度啊 或者是各种差 它都不一样 因为在一些很多这种角色任务当中 它可能背试的正确率非常高 所以其实这种比较传统的 四个参数的维纳模型的话 或者是用比较原始的低纳模型的话 它是不足以去解决这样这个反应 是分布的问题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未来去解决这个 这种 Speed accuracy treat-off 在这些知觉决策 或者一些传统的一个认知任务当中的一些 去拟合这样子一些数据的话 所以他们就加入了一个叫做 between trial ability 的参数 也就是允许这个drift rate 它在每个trial之间都进行变化 因为刚刚提到的那个模型的话 其实就是 它那个drift rate 这个V参数 它其实是不会变化的 比如在每个trial之间都不会变化 它只在个体之间有一个这样的差异 但是为了去解决这样子一个 反应时的一个问题的话 所以它加入了这样子一个参数 这样加入一个参数的话 它就会使得 这个分布进行一些变化 比如说我在前大多数的那个trial当中的话 我的一个drift rate它比较大 然后它就会比较协力比较大 然后在那个错误的时候 或者你选择其他选 另一些选择的时候比较小 这样子去从而操纵这个反应时分布 从而更好的去 你和一些比较齐形怪状的一些反应时分布 这样子简单进行一个理解 所以就加入了第一个这样子的参数 从左边这种反应时分布 到了右边这种稍微有一些形态变化的 就能全部的形态 然后这里的话就会引入比较多的一些问题 就是刚刚提到它已经引入了一个新的参数 就是这个v会变化 所以我们用sv来表示表示 就是它的一个v的 它存在的一个变异的程度 所以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些名词 比如说这个trial by trial的verbility 就是这个v它在每个trial之间的进行一个变化 我们也可以叫做between trial的verbility 但是它还存在一个概念叫做 within trial的verbility 它是一个accumulation process的一个noise 也就是我们刚刚其实最开始提到 你的这个飘移扩散模型 你有飘移也有扩散 对吧 这个扩散它其实也是一种变异 对吧 它是在单个trial之间的一个变异 但是这个v的变化的话 它是一个在trial之间的变异 在当中有问题的话 可以这里提出来 所以它其实存在很多不同的一些变异的形态 比如说反应时分布 它也存在一个变异 然后加入这个between trial of ability 在这个drift reason加入这样的 trial by trial的变异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等于这个 以drift的有一个这种变异 所以其实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 这种变异的一些词汇 可能大家需要去进行一些这个识别 这里的话有一个图示 可以来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刚刚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现在这个DNA模型的话 它转化成一个random work process的时候的话 它会存在一个扩散 因为左边这个参数 我们离叶成飘移 然后右边的这个参数 离叶成扩散的话 它扩散其实是一个随机的过程 对吧 所以这个随机的过程的话 它就是一种trial之内的一个变异 也就是一种noise 一种assertivity 所以叫做diffusion的一个过程 所以你把它一个求和的话 它其实就等于这个 它这个以每个trial当中的一个变异 刚刚把这一列啊 求和的话 那但不同于这个 在trial之内的一个变异 它trial之间的变异的话 其实是值 因为刚刚我们最开始提到的时候 这个drift rate 它在trial之间是不会变化的 你之所以 之所以为什么你的这个反应时 它会在有不同的变化呢 就是因为你有一个这个 在trial内的一个变异 所以导致你一个反应时分布 这个能理解吗 就是反应上面这个图 感觉都挺难解释的 然后的话 我们也可以使你这个v去变化 从而使它存在一个 这样子一个分布 反正大致就这样子 如果有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提出来 我感觉这个东西 应该讲的还可以吧 然后有可能一些问题的地方 对然后就是第一个问题 它加入了这个一个概念啊 叫做一个between trial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 在于就是我们去解决了 刚刚那个purecy speed的 那个trial of 它现在遇到一个新的问题 就是在刚刚那个问题当中的话 往往都是出现的是 你错误的选项的话 那个反应时比较长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可能你错误的一个反应时 会比较快的一种情况 那就叫做这个slow years 和fast years 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况 至于比如说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fast years呢 就可能是比如说 你有一个时间的压力 或者是给了你这个背试一个奖励 很高的奖励 那你会产生更高的那种虚报 然后你同时你的反应时也会更快 然后为了去解决这档问题的话 因为刚刚解决那个 accuracy speed trade-off的话 它其实就是解决了这样子一个slow years的问题 它加的加入的参数是sv 现在我们要去解释这个fast years的问题的话 我们会加入一个新的参数叫 这个sz 但至于它为什么要这样子去加能解释的话 它其实有一些这种历史渊源 可能要去进一步的看一些文章 才能更好解释清楚 我这里也只能大致的说一下 刚刚提到的 比如说因为一些在真实的实验当中 那个实验数据 它的那个分布形态 可能比较奇特 然后像有低电模型 它不能进行拟合 然后这种实验情况 它是什么呢 就比如说有一个实验压力 或者是比较高的一些奖励的情况 可能导致被是 做出一种比较快速的 一种错误的反应 它导致的 所以我们需要去 不断的优化模型 才能更好的拟合这样的数据 所以会加入这样一些参数 对我看到有人问 穿上内的变异就是这个 扩散参数的变异 对的对的 对它就是一种noise 那对我们可以就是考虑 当你那个drift 那个drift那个参数 就是你的飘移率 这个参数 它不变的时候 它其实也有一个 你反应时也会变化 那种变化的话 它就是这个 穿上内的一个noise 造成的 也就是diffusion的 这样子一种概念 但是当我们为了去解决一些新的问题的时候 解决那个反应时分布 它对称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让这个drift 它在trial之间也可以进行变化 这样子得到了一个反应时分布的一些变异性的话 它可能更丰富一点 能解释更多的一个 一些这种数据吧 然后最后的话 我们再对这个non-decision time 刚刚提到的这个非决策时间 也加入这样子一种 在trial之间的变异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full ddm 也就是我们现在最平常说到的 那个ddm的形态 它也叫做rotcliffe ddm 也就是它自己为了去 更好的你和它实现的一些数据 然后不断的加到这些参数 所以说 它的和前面提到的那些模型的区别在于什么呢 那个只有四个参数的那个模型 我们叫做那个full parameter的一个 微浪的一个模型 微浪的模型 然后如果有七个参数的话 我们就叫做一个rotcliffe的ddm 也就是我们现在最常用的一个ddm的模型 那如果你的这个反应时是离散的情况的话 我们就用刚刚提到的那个第一个例子 就是random walk and process去代表 那如果你的这个设置的这种 信息累积的那个过程 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的话 那其实就是一个维纳过程 它有这样子一个变化 所以去进行这几个模型的区分 我们不需要去记前面那几个模型 到底什么意思 我们只需要知道刚刚几个模型 它其实是有区别的 到最后我们现在用的这个dm 它是有七个参数的 它和以前四个参数那些概念 其实有些不同 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假如nondition time的话 我们刚刚也提到过的话 它也就是在你前后加了一个时间 去进行一个shift 把这个分布进行一些转移 然后加入多的参数之后的话 对吧 刚刚你那个公式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它具体的变化就是 把这些那个try by try的一些变异 进行一个积分 然后最后 嗯 求的这样子一个 最后的一个公式 公式哦 这好像应该也贴了文献 后面应该也也会有 再看看有什么问题 第一个问题 between try 飘跃率的变化 一般代表什么情况 这个情况的话 它是指 就是这个情况是指什么 就是什么情况都有可能 也就是传统的那个DDM 它的上下两个反应时分布 也就是你选左边 或者选右边 那个反应时分布 它基本上是对称的 它的均值是一定的 差别在于它的大小 可能你选左边比较多 对吧 它大小 然后形态上面有一些变化 但均值是一定的 然后几乎是对称的 但是我们实际收的 那个数据当中的话 这种反应时分布 它基本上都不是对称的 那为了去解决这种反应时分布 这种联合反应时分布 也就是两个选择 之间的反应时分布 它各种形态 我们就会让它这个参数 去在揣入之间进行变化 从而去适应这种过程 所以在不同的机制 或者不同的实验条件下面的话 它可能导致不同的反应时分布的形态 对吧 那不同的反应时分布形态的话 我们就需要不同的参数 去进行解释 所以具体的 你要问我哪一种情况的话 这个系数到可能会比较麻烦 而且我也不太那个清楚 比如说像刚刚那个提到 那个SV这个情况的话 它就是去用来解释这种 Slow years 和这个 Accursive Speed的 Tradeoff的问题 也就是你背试对吧 你做越多的去 做出越正确的选择的时候 你的反应时就会变慢 这样子的Tradeoff 你可以想象 如果我们花更多的时间 去做出一个正确的答案 那我们做出正确的 这样的选项的一个反应时分布 它会怎么样 它其实还是会往右边移一点 也就是你的反应时会变大一点 那同时你的错误的也会往右边移 但是由于这个任务它更简单 你正确的题目更多 那其实它对于左边 对于上边这个分布 它的影响更小 但是就会使你 下边这个反应时分布的话 它会往右边移动 所以我们会产生一个叫做 它就Slow了 所以它的反应分布就更慢了 所以Slow了 然后我们加入这样子一个V的话 它会去 可以去解释这样子一个模型 它是这样子一种道理 然后你加入Z的话 它可以解释的是一个 你这个更快的一个情况 以这个图 刚刚有这个图 就加入Z的话 ST的话 它解释的一些原理的话 其实是对于分布 如果有些极端值的时候的一些影响 这我们可以不用管 只是知道它加入了这样子 一个参数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如果你要真正的了解 它们一个比较细致关系的话 我现在是去看一下 以前的一些论文 我后面也会贴到 这里只能大致的讲一下 让点 然后这里我先回答这个问题 有人问那个SA是不是也有可能 对 这其实是个非常开放性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SA其实它也是按理来说 应该是有可能的 但是加入它的话 它的模型拟合会非常的 就非常的不可控 就会导致你这个所有拟合的可能性都会有 也就是你 因为你每一个参数 其实可能尽可能的去解释一个反应 时分布的形态 对吧 但是你加入这个SA之后的话 就会发现 所有的变异都会被这个SA更好的解释 因为你可以无限的提高 那个A的一个大小 对吧 所以其实在真正的实用当中的话 这个A它是不会变化的 那最多变化的就是这样子7个参数 那这个A 那有没有人会质疑这种A不变的情况呢 那当然也是有的 所以有一些模型的话 它会考虑这个A会进行一个衰减 我们后面会提到 它就是叫做的collapsing的一个bundering 也就是它那个A 不是这是条直线吗 对吧 它其实可以允许 允许这个bundering 它逐渐的进行一个衰减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它也可以解释一些技术 我们可能后面会提到 所以就是关于SA 它可能没有变化 这个A不是 可能刚刚我没有很详细的去说 因为前面有那个表 那个表里面 我就介绍了每个参数 它对应的一个E 这个V的话 它是指drift 也就是飘移率 然后A的话是指bundering 也就是这蓝色线和红色线 T的话是指non-decision time 也就是刚刚比如这一段 然后屏幕上的话就这一段 它就non-decision time 然后SVSZST的比较好理解 就是他们会在try之间进行变化 所以那个Z是指bias 而不是A 然后下一个问题 一般来说这个错误试词的反应时偏长 然后正确试词反应时偏快 这个所以就是看任务 因为它不同的任务当中的话 它这个效果是不同的 因为它最开始研究的时候 就是用的一些比较简单的那种认知任务 就是你判断一些光亮强度 或者一些这种知觉差异的 知觉预线的那些任务 然后这些任务当中的话 有些任务当中 你会发现比较稳定的 有这种比较fast的一种 但是在有些任务 或者改一下条件的时候 比如说刚刚提到的 你加入一个time pressure的时候 它可能这个分布 就会产生一些移动和变化 所以它其实对应了那个最开始以前 这些问题它其实对应的都是什么 就是最开始他们去讨论的 这个SDT的这个东西 也就是信号检测论那一套 它就是想加入更多的参数 也能更好的去完美的去解释 信号检测论能解释的东西 所以这个 呃 错误师子一般 这个不它不是一般 而是根据这个实验的一些设计 或者一些认知过程来决定的 实际拟合的话 根据然后然后看到这个 然后看到一个实际实验 可能存在用维那四参数 拟合更好的情况 这个的话 我看大多数的文章 都没有发现这个现象 好像就是还是 它不是说七个参数 就是你可以只加S V或者SA 这样子也可以 一般来说的话 这个四参数的 呃 这个DM 这个维那模型的话 它其实拟合是非常差的 它必须要加入一些这种变异 才能更好的去解释 这个实际的一些 这个数据 但也不一定是这七个参数都会用上 很多时候的话 我们会把这个参数给固定掉 如果大家看过一些实际的论文的话 我们会发现 有些这个呃研究当中 它会把这个Z等于0.5 也就是放在中间这个位置 不让它去变 进行一个固定 那我们就不求这个参数 那你模型的话 计算的话可能就会简单一点 但是它拟合也可能会更好 因为它可能Z本本来就不影响 在很多实验当中 所以其实就是并不是所有参数都会用到的 然后下问题 S和S应该是等价的 其实这个SZ和S应该也 我觉得我觉得不等价 如果有大家 如果有读到过的话 可以这个进行一些指出 因为它其实还存在一些其他的模型 因为DDA模型的话 它是指只有 我们每次决策的时候 只有一个信息累积的一个过程 对吧 但是其实的话 有其他模型 它会认为 我们在信息累积的过程当中 它可能 我对左边那个选项 有一个信息的累积 同时对右边的选项 也有个信息的累积 那这个时候 S A和S A 它其实就不等价了 可能有点困难这些问题 所以其实这个DDA模型的话 它会有非常非常的问题 这个等待大家去进行一些解释 或者解答 我这里也不能全部的进行一些 那个给大家回复到 对 加上这些反正 加上这些 大家就理解 反正我们现实中的那些反应时分布的话 它不会像我们理论上面那么好 所以它模型理合就不会那么好 所以我们要加入这些更多的参数 去进行解释 当然如果我们不加入那么多参数 就会更好 那其实不加入那么参数会更好一点 某一个或者两个 对它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你可能要进行模型比较 因为你怎么知道 哪加入哪一个参数 可能会是这个 你的拟合变好呢 因为你可能不知道对吧 那你要去试 每一个再去进行一个试 而且你试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 你应该会有一个假设 就是为什么这个S V会变 或者这个Z会变 比如在我在我这个任务当中 它为什么会有一个信息里的偏好 因为像刚刚举的一些例子 你不需要一个现实的对应 如果你没有室友去拉你选择这个右边的食堂的话 对吧 你为什么要加入这样的参数呢 肯定它是有一个认知机上的对应 我们才能加这样的参数 对对于这个问题 然后下一个问题 上一下预线代表的是对错呢 还是左一键 对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办法很好的去进行解答 因为它叫这个东西叫做两种 叫做两种的一个那个编码的过程 它可以编码为你选左还是选右 那也可以编码成你回答正确或者是错误 它是两种不同的编码 在不同编码的时候运行这个模型的时候 它可能有些机制会产生一些变化 但具体的变化的话 你就要去对应一些比较现实的一些文章 你去看它这个它用的是什么编码 然后它得到一个怎样的结果 所以我只能这里告诉你是存在这样两种不同的编码 而且两种不同编码下面的模型的一些拟合啊 或者一些它的解释都会存在一些差异 然后下面有一个问题说 二乘二的双因素实验设计可以用DNU吗 那可以都是可以的 但是像刚刚我说的 你要有一个好的一个实验设计才可以 也就是 你的这两个设计的两个因素变量 它不影响其中的这个参数 你在理论上面找不到它解释的一个通路的话 那你用这个东西的话 它其实没有办法很好地去进行个解释 那可能只是一种假扬性对吧 然后又遇到一个问题 说这个Z等于0.5怎么设置 那后面的话也可能提到一些工具 在很多工具工具当中的话 这个Z它默认都是0.5 我们必须加入Z 它才会去考虑Z的变化或者SZ的变化 如果你不加的话 它Z都是默认等于0.5的 因为比如说在正确率的一个选择当中 我们不可能倾向于选择正确你知道吧 因为我们这个选择肯定都是 你倾向于选左或者选右对吧 你不可能倾向于选择正确 所以在这种正确与错误变化的时候 我们Z一般会把它设置为0.5 但这是一般情况 只要两分角色都可以用 对只要按理来说 就是它的数据结构的话 是这样子进行一个决定的 也就是你的这个分 你用的是一个这个binary的choice task 就是用强制的破选的二分变量的话 然后你的数据就会有正确选项 错误选项或者是选左或者选右这样东西 然后你有反应时 那这样子的一些模型都是可以用低电脑的 但是也是要强调就是你要用这个模型 你要解释为什么要去用 最后面我们会讲到 然后这里快点过一下 不然问题感觉有点多 参数可以在模型里面设置 然后模型比较好 模型比较好用 对对一般就是模型比较的过程 后面会提到 有更新一点的使用s参数模型 我不知道你看的是哪一篇 这种用四参数的模型 我见的是比较少的 用四参数的模型 很多是这种传统心理学派 他可能会用到这个四参数的模型 因为他这种复杂模型 他拟合他们的操作会不会太好 他们也不知道这个模型 去用认知模型该用哪些步骤 所以有些可能会用到这个四参数 或者是那个低电模型 在他的那个文章当中 不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成分 他只是想说明他另一个模型 比低电模型好的时候 他可能用那个模型 也是一个四参数的低电模型 怎么判断拟合好以后 后面会讲对他上面设设到 AICBSA这样子一些东西 我们后面会讲 然后Bundant Collapsing的话 考虑这个Colapsing的一些实验 是什么实验 这个实验的话 其实很多从知觉 从知觉决策到这种价值决策 社会决策都有用 这样子一个机制的一个东西 这个要看具体的一些文章吧 因为他这个东西 其实感觉 感觉的话 还是可能比较前沿一点 现在乘出软件包 这个Bundant Collapsing 其实这个东西 还是比较好实现的 其实在HDDM当中的话 他也可以实现 然后那个GDDM 也就是那个PYDM 那个包的话 其实也可以实现这个东西 然后那个JGS的话 其实也可以实现这个东西 只是你给你打包好的 这样子一些包可能没有 对如果这个可以最后 我们如果有问题 我们最后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这Bundant Collapsing 这些这个现实意识吗 以后一会后面我再讲一下吧 然后网络的问题啊 然后网课就是 感觉大家问题也比较多 然后你应该后面还有很多VPT 还有很多内容 对对对对 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 我们问题先保留 先听网课的分享 然后如果后面讲的那种 没有解决大家记载的问题 我们可以再提出来 因为可能时间进程上 对 好 我现在就加快讲一下 因为然后 这就是他那个低电模型 加入每个参数之后 对于反应时分布的影响 那这个第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那个四个参数 围定的过程 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其实是一个对称的过程 唯一的一个差别是什么呢 就是你可能选择左边 这个选择左边 或者你正确率比较高 那你这个反应时分布 它显得就比较大一点 然后然后下面的会显得比较小一点 但是它其实是一个 比较对称的一个情况下 那我们就可以加入一些这个不同的参数来影响它的一个反应时分布 比如说你看我们这里是这个是Z 所以它其实在不同的文献当中的话 它用的一些符号的话可能有点不同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这里它用的是一个beta来表示 用的是这个一个 一个我们一般叫做这个什么 这个W或者什么的参数乘以α 对于beta 其实就是那个Z 反正就是Z参数 我们看到Z它倾向于下的时候的话 下边这个反应时分布就更大 如果它倾向于上边 上面的反应时分布更大 那反正它以此类推大致都是这些东西 到时候我这个PPT会发出来的 大家可以具体的自己去看一下 这里我们就大致的过一下 它能影响反应时分布 然后这里我们可以注意的看一下这个网 比如说这个 这个是A变化对反应时分布的影响 它是怎么影响的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一种映射的过程 你看当我们把这个A往上提的时候 它其实那个整个反应时分布都 那个累积的一些这种变化 它是没有变化的 它是变化的什么呢 就是它进行了一个映射 或者拉长的一个过程 所以导致整个分布的形态 产生的一个变化 这是A的一个 它一个比较具象的一个作用 然后这个V的一个影响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V的一个变化 都是相同的一个量 你看就是这个箭头就代表 它V的变化是个相同的量 但是对于反应时分布不同的地方 它产生的一个影响是不同的 这个V的变化的话 它最影响的就是 这个分布的最尾巴的一个部分 我们就走啊 尾巴的一个部分 它影响最大 那就是V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们要去问这个DD模型 它的拟合什么数据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要先去跟 根据这个 它模型里面的参数 会怎么影响反应时分布 我们再去看这个反应时分布 和现实数据的一个 反应时分布 它的一个对应情况的话 再反过来去决定 我们用加入哪些参数 或者用怎么样的机制 去进行一个解释 所以这里 我们就已经全部介绍了 这个FullDDM的一些东西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就可以 再进行一个总结 因为我们最开始是通过一个 这个角色场理论 进行一个引入 然后说到了角色场 与DDM的关系 然后再说到DM 它一个起源 它其实是 解决反应时分布的一些问题 主要是解决了 这个Speed of Curious 和这个Fast Slow Ears的问题 但是其实刚刚已经有人提到 这个DM模型的话 它其实并不是单一的一个 模型能解决前面的这些问题 它属于一个更大的一个家庭 然后这个Random Work Process 或者这个四个参数的 或者是这种七个参数 或者其他参数的一些 这样子的模型的话 它都属于一个 这个信息累积的一个 这个模型 叫做这个 可能下面我 你贴了一下文章 这个图就来自于这里 叫做这个Sequential Simpling Models 也就是你用信息采样的一种模型 然后这里面的所有模型 它都假设我们在决策 或者是反应当中的话 有一个信息累积的过程 当这种信息累积达到某种标准 它不一定是刚刚我们提到的 一个Bundering 它可能是那种Time的标准 像我们最开始提到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可以设置一个Time Step 它领域5或者10 去截断它这样子的一个反应 所以它就 DM模型和刚刚我们提到的所有模型 它都属于这样的一个大家庭 然后这个大家庭里面 还包括一些比较著名的一个其他模型 比如说这个OU或者这个LCLBA 还有刚刚很多人在问的 这个Collapsing Bound Boundary Model的这个模型 就是在这儿 比如说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Boundary 也就是那个A参数 它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进行一个衰减 为什么会进行这样子 有这样子一种机制呢 一种假设是认为 就是我们那个决策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有一种Fatigue 也就是会有一种疲倦 当我们那个信息累积的时间越长的时候 我们会产生一种不耐烦的一种感受吧 一种这种感受它可能是潜在的 但是它在觉得当中就会影响你的决策 那比如说我看到过一个例子 它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在看到有人排队的时候 如果那个排队的人比较少的话 那我是否要选择排队呢 对吧 它其实这个反应就会比较快一点 然后你的那个决策标准也比较稳定 但是当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在进行排队的时候 我们去要去是否选择进行排队的时候 可能我们的这个帮队 它就会进行一个变化 也就是我们刚好去那个要去进行一个 比如说去迪士尼进行排队的时候 我们刚刚刚一看 可能前面只有三五个人 但是你往前一走 发现前面楼梯下面或者拐角处 其实还有两排 对吧 那其实这样子的话 它会使得你的这个帮队 就是你的决策信息的一种累积的一个量 它产生的变化 因为最开始我们假设 假设什么 我们的这个drift-rift 它是有什么影响 由你的偏好影响 你偏好达到你的一个满意程度 你才做出决策 但现在由于 你在决策过程中 看见人数变多 那你的这个 你就调整了你的一个 这个决策的一个边界 那这时候影响你的可能就不是你的偏好了 而是外界别人 人多人少的那个因素 所以可以大致的这样子去理解 为什么这个foundering 它可能collapsing啊 这种概念 但可能仅是不太准确 因为我要用一种 大家都能听懂的一些这个例子 然后这个例子 我是从其他 视频和文章当中看到的 然后大致这个家族的模型 可以怎么分内 刚刚提到的 其实提到过一下 也就是这个模型 可以分成这个 只有 只有一个这个信息累积过程的模型 和或者是有多个信息累积的过程的模型 或者是它是离散的或者是连续的 或者是一些 一些存在一些其他的那种 它信息累积会突然变小 或者像刚刚提到的这个 它A会变化的一些等多种多样的机制 这里我们不读作介绍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后面的话可以提问 关于一些里面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模型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至少知道了这种概念 就是低电模型到底是什么呢 它其实最主要的是用来解决一个决策的一个问题 当然我们这里引入是用的这个 一种价值决策的一些框架 然后说明这个低电谱 它解释的其实对应的数据是一种反应时 然后它联合分布的一些状况 然后现在已经说到它和其他一些这种 信息采样 或者连续采样模型的一些关系 然后这里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这个SSMS 它是这个Rothcliffe他们的叫法 这个Evens他们的话 他们喜欢用EAMS那个东西 也就是那个Evidence Accumulation Models 那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就是指信息累积 或者连续采样这种模型 只是他们用的那个词汇不一样 然后那个Evens他们的话 就喜欢研究这种低电模型的扩展 所以这里我们就再退回到我们的一些前面的问题 进行一些解答 我们怎么整合四个参数到一个模型当中呢 它其实用了一些算法 这个算法其实就是分布的一些 我们可以理解一下刚刚分布的一些整合 从而把四个参数整合到一个这种 反应时分布的一种算法当中 然后为什么四个参数的这个模型 它叫做Vena模型呢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Vena模型它有那个标准的四个参数 然后更重要的点是它解决了一个这个信息 从离散到连续的过程 因为那个Random Work的话 它是每个时间点然后进行一个采样 而且采的样子是离散的这种情况 它这里变成了一个连续的一个情况 除此之外的话就是 它运用到了这个Vena的一些特性嘛 那个Vena过程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就是这种布朗运动 它有一个这个什么那个随机 随机微分方程啊 那个东西如果后面如果有人想听这个方程的一些 它如何推调的话 也可以我倒是会说一下这东西 然后它怎么去把这个模型 拟合到我们数据呢 也就是刚刚提到的 用一个正台分布 或者是我们现在的低电模型的一个反应式分布 去拟合我们真实的反应式分布 那就可以进行一个模型的拟合 然后它现在我们已经提到了这个SSM模型 也就是这种比较大的模型的框架 所以我们现在接下来就要去解释这个传统的分析 和认知模型分析的一个差别 这里我们就要开始介绍这个计算模型的一些相关内容 这个计算模型的话 它分为几个比较大的步骤 一般我们会叫做这个framework 然后它serie 然后splicitation 这样东西我们会一的介绍一下 最主要的就是传统和这个计算建模 它这个区别到底是什么呢 就传统的一个计算建模的话 它其实已经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假设了 也就是我们不会去强调我们的反应时 它是一个正台分布 而直接去比较两个不同条件下反应时分布的差异 对所以它的一个更关注的点是去直接进行比较 而不是关注我们的假设或者机制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一个特征可能就是比较有效 但是是非常的古板的 因为它有东西遭失到一个就是我们这种 心理学里面的replication crisis的一些影响 对吧 所以有人就去批判这种传统的一些分析 它不够灵活 但是它是比较简单 能直接反映出一些这种信息的一些特征 这样子的 这是传统的一个框架分析的框架 在这个计算建模当中的话 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一种预测或者解释 你刚刚提到的 那个DD模型当中 它有不同的参数 每种参数对应了不同的认知机制 那我们可不可以通过这种计算模型 去解释当中的认知机制呢 所以模型更在乎的是一种对机制的解释 那其实它也等于也类似于一种预测 就刚刚提到的 因为我们是通过调整模型参数 去预测背试的一种反应的反应时分布的 这样一种情况 所以它比较在乎预测与解释 然后它其实这个模型当中 它还分为这个big data和small data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我们经常已经听到了 这种大数据分析 它们用的一些机器学习的一些算法 但是它和我们的这种认知的计算建模 它什么区别呢 我们认知的计算建模 它其实属于一种小data的一个模型 因为我们收集的是一种背试 它真实反应的数据 这种数据其实和大数据比起来 它是数据量实现不够 然后我们的目标也是 其实是不同的 大数据的话 它就更加在乎这个模型的一些预测 来去解释 比如说一些分类的问题 而我们可能更在乎的是 对它的解释 也就是认知机式的一个解释 所以这是本身这个在计算模型当中 它也有一些差异 那其次的话 这种模型里面 它还分为描述性的模型 或者过程的模型 描述性的模型 比如说像那种神经网络 它这种或者是 在回归当中用的SEM 那种结构方程模型 它在乎的是变量之间的一种关系 它只能描述一种信息的状态 然后DDR模型这种模型的话 它其实更在乎的是一个过程 也就是我们认知过程当中 有哪些认知机制的变化 所以有这样子一些模型的一个差异 然后其次的话就是 这个计算建模的话 它其实更灵活 但是也更复杂 不管是你在书写方面 你再去真实的一个操作方面 它都会更复杂 但是这个计算模型的话 它是它从一个智性的一个 探讨智性的变化 到了一种量化的程度 所以它更有希望去回答 这个replication crisis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要去用这样子一种计算建模 一些方式 这些大致的一些特点 那我们现在看一看这 就是计算建模当中 它涉及到这些概念的一些意义 首先第一个比较大的概念的话 就是一种framework 也就是我们用计算建模 或者是刚刚提到的 那个传统心理学的一些统计的话 它其实也存在一种框架 一种framework 也就是一些概念 但那些概念它是非常根深蒂固的 当我们没有去了解这种计算建模的时候的话 认知计算建模的时候 我们不会去考虑框架的问题 而当存在一个新的挑战者的时候 我们才会去对比刚刚提到的 这个传统的一个统计分析 和心理建模之间的一个差异 这时候我们将去讨论 它里面一些概念的差异 比如说刚刚提到的 已经提到的一些这个信息累积的过程 或者有这种信息累积达到边界 或者trial by trial probability 这是在传统的一个统计分析当中 不曾有过的概念 并且后面我们也会提到 在这种建模的一种框架当中的话 它还会有模型检验啊 或者一些贝利斯定理啊 一些更奇怪的 大家不曾接触的一些概念 那这就是它所属的一个场域 那更进一步的话 可以更好的理解的话 其实就是比如说 它提到一个walking memory这样的概念 比如说我们知道工作记忆 这个巴德利的工作记忆 它们下面有三个成分对吧 这三个成分它其实就是对三种认知机制的一个建构 或者一种解释 那它这种概念的解释的话 其实就是一种framework 它提供了一些语料给我们进行使用 当我们有这些语料的时候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得到一个这个理论 而这下面也有个图案就说明了 我们现在在进入 已经在提到这个认知建模的一个框架 这个认知建模的模型当中 除了刚刚提到这个SSMS 或者这个EMS它其实还有 我们如果大家比较常用的一些这种强化学习的模型 或者是贝耶斯这些模型 那可能也可以 也有人可能会用到一些机器学习的一些模型 所以它都属于这个认知 这种计算建模的一些这个大的 这种framework这种框架当中 然后它解决的问题的话 也是要根据数据来进行一些筛选 比如刚刚提到的就是反应时啊 反应时分布啊 或者强化学习 它更在乎的是去解释 被设的一些选择的一些概率啊 或者选择的偏好啊 然后如果你其他模型 能这种机器学习 它可能还要用一些神经的一些数据啊 神经影像的数据 或者是一些眼动啊 或者积电啊等等的东西 然后它设计的一些理论背景的话 其实也是不相同的 所以我们从这里开始介绍 它的一个framework 就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其次就是这个理论部分 刚刚理论部分 我们其实已经讲到了 这个决策场理论 它主要的一个理论的一个差别 就是说明一个偏好 在决策当中的一个影响 那不同的理论的话 它的或者不同的一些框架当中的话 它一些解释的东西不同 它用的理论也不同 比如说这个低电模型 它可以结合这种神经放电的一些关系 来从而有一个类似的模型 叫个SPRT 它其实也是一种这种理论啊 也是能用到一种信息累积的这样的概念吧 所以就会 当我们有了这种不同的framework上面的话 它会存在一些不同解释理论 只是我们引入的时候适用的这个决策场理论 当然我们其实也可以从那个知识决策的一个视角进行一个引入 然后这是一个模型的一个specification 也就是模型的一个一种详细化 或者怎么翻译 我不才知道 它主要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用公式去表示这个模型 比如说我们认为这个漂移率这个东西 它会受到我们价值的一个影响 因为最开始的这个解释当中 我们给到的例子当中 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左边食堂 或者选择右边食堂 它有一个偏好的影响度吧 然后这种偏好的话 我们就可以写成左边 你对左边选项的价值 或者对右边选项的价值 然后去共同影响我们最后的一个漂移率 然后这样子用公式表达 或者是你用这个语言的方式去描述的 这个模型的过程 它其实就是这种specification 当我们有了一个具体的描述或者公式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转化成代码 那这一步的话就是implementation 就是一种你实施的过程 所以我们可以可以看到一下 那比较简单的我们导入一个包 然后设置这个模型是什么 然后运行它就结束了 其实比较简单 理解的比较简单一点 然后最后的话 它其实需要去考虑假设和数据 前面其实我们已经提到那个数据 数据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反应时和这个你的选择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这种反应这种数据的结构 我们往往在DTM中用的这个数据结构 叫做一种long form data 也就是一种比较长的一种数据结构 它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不像我们有些那种 任务当中用到的一些数据 它是每一行一个背试 然后它有一个选择的一个平均反应时 然后一个正确率 这种long form data的话 它是每一行的话是指一个trial 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有重复的这个背试的ID 然后它有一个trial的数量的变化 然后有你的实验条件 然后有背试的一些进行的决策 然后也反应时 所以这个数据的话 是和传统的分析不一样的 然后它为什么会用这些模型 然后它的优点是什么呢 这里我们就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后面再讨论一下东西 但是反正就是我们可以发现 数据结构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其次假设的话 它可能也有点不同 首先假设 以前我们的假设可能是假设 两个反应时分布之间有差异 但是在用认知模型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假设可能是假设 刚刚提到的 比如说我有两个模型 两种模型对应不同的两个机制 我们可能认为模型之间有差异 那就可能是表达的是 我们认为的一个任务当中 它的一个认知机制的差异 其次的话可能就是 我们会认为参数有差异 比如说刚刚提到 这个DriftRift 在同一个模型当中 在不同条件下它可能有差异 这就比较对和我们传统的 一个分析的一个思路 所以它可能有两种视角的一些假设 或者更多的一些假设 所以假设的差异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 如果我们要用一个计算模型的话 我们往往会去考虑这 一二三四 有六个部分的一个问题 要除此之外的话 这六个部分的问题 其实它比较大的问题 在真正的一个模型的实施当中 或者我们去看一些 比较现实的模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比较奇怪的一些名词 比如说这个叫做什么Simulation 或者是什么叫Parameter Recovery 或者什么Model Validation 这种模型检验 什么各种各样的概念 它就很奇怪 然后下面我提到一个这个文章 这个文章一般是B组文章 当然建议大家去读一读 所以即使我们在建模的一个过程当中 它其实有一些必要的规则 需要我们去了解 不然我们的一些这个模型本身 或者我们的方法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就像我们用从行为到你用脑电 或者用核磁的话 我们要去学一些新的工具 新的一些规范一样 那用认知模型的时候 这里也有大致十个的规范 然后我们减数一下 这十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首先就是这里的一个引用的话 就是认知模型 它到底属于个什么框架的话 框架呢 然后我这里的话 我认为它是属于一个 乐温的一个这个决策 它这个也叫什么 好像也叫一个什么常理论 一旦忘了 那它就是认为我们这个行为 行为的数据对吧 它是受到一个模型 或者函数的影响 这个函数里面的话 就是我们的数 就是环境和和我们的一些 这个一些其他的一些 个人的因素的影响 也就是我们个人心理的因素 和外界的塑造 导致我们产生这样的行为 这样的思想非常简单 它就可以转换成这个 可以理解成就是我们得到的数据 然后不同的模型 然后我们的变量 变量的话就可以理解成 刚刚提到的对吧 那滴电模型的一些变量 然后它同时这个变量里面的话 它可能有一些那个其他的观测值 比如说我们设置的那个条件啊 你在不同的实验条件 或者它有一些影响 然后这就是这个公式 大致的一个思想 然后这十个框架当中的话 首个的话 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实验设计 这个其实大家很好理解 我就那个不读介绍了 就是你不同的知觉决策 或者刚刚我们的进行食堂选择 或者食物选择当中的话 第一个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实验设计 如果你的那个实验设计不够好 它不能反映我们一个认知机制的话 但其实是不能用这样的一个模型的 其次当我们有一个好的实验设计之后 其实我们已经知道 我们要去做什么样的一个 反映什么样的一个认知机制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模型的设置 这个模型的设置 就像前面提到那个框架里面的 一个situation一样 我们去对这个模型进行一个 刚刚那个公式 进行一个定义 也就是我们这个模型一 它反映到哪些参数 模型二反映到哪些参数 这就是一个模型的一个定义的过程 然后后面的话 我们可能会要进行一个这个模拟 模拟就是什么 就是一种仿真模拟 就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不必一定要拿到真实的数据 我们不一定要去真的去 在外面去开车 而我们在一个虚拟的场地当中 也可以问一样事情 也就是我们不需要去 真正的收到背识的数据 而去拟合一些虚假数据 我们就可以去进行 这个去检验这个模型 它是否能反映我们认知机制 它是这样的一个思想 也就是我们可以通过 刚刚假式的模型 对吧 然后我们随机的设置一些参数 先去生成一些假的 这种数据的过程 我们就可以叫做一种模拟 那其次的话 然后其次的话就是 这个参数的一个恢复 然后我们看到这种恢复 或者这种parameter recovery 或者那种时候 有些新手可能会觉得比较陌生 这个这些词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validation 这种验证 恢复它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说我们这个参数 它足不足够稳定 我们可以这样进行一个比喻 或者想象 就是我们在做一个回归模型 我们拿到一个那个数据 比如说身高可以预测智力 或者身高预测体重 我们去直接拟合的时候 拟合这个数据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个参数 对吧 但是可能由于我们 踢掉一两个倍式 这个参数它就会发生变化 所以我们怎么能说明 我们的这个抽样是稳定的 或者我们这个模型是稳定的呢 所以我们可能就要用更多的数据 去采更多的样本 比如说一般二般三般 去多次的进行一个比较 从而说明这个身高 真的是能预测体重的 那这样子去检测这个参数的一个稳定性 或者模型的稳定性的过程 我们就叫做parameter的recover 或者modal recovery 它实际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用这个模型 就是这个F模型 然后加上我们刚刚这里去生成的 simulation的假数据 去产生一个新的theta 这个参数 你可以理解成刚刚提到的 回归模型的参数 或者是DDM模型的参数 我们就比这两个参数 是不是有差异 如果没有差异的话 我们就可以认为对吧 对于相同数据的话 这个模型它其实是有稳定性的 而不是因为我数据 有一点点的变化 我参数就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modal recover 它其实是一样的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再继续用一些新的参数 加上新的数据 我们去拟合一个新的模型 那这个新的模型 再和旧的模型进行一个比较 所以反复它就是一个套玩的过程 就是我有一个模型 对吧 然后我去假设一些参数 去生成一些假的数据 或者我有一个模型 我去用一些假的数据 去反过来推到一些那个假的参数 然后这样的反复的比较 来证明这个模型 它本身的一些稳定性 或者模型当中参数的一些稳定性 那当我们验制了这个模型的一些稳定性之后的话 我们要进行实际数据的分析 因为前面这五步 我们是一种没有介入真实数据的一个过程 我们都在进行模拟 通过假的数据去证实这个模型 真的能反映一些认知机制 当我们真的认为这个模型的反映值的时候 我们就通过可以通过这个真实的数据 去进行一个反映 那首先我们可能就要对这个真实的数据 进行一些传统的分析 比如说那个描述统计 或者是你画一些那种相形图物 或者折线图物这样子去反映 这样子一种描述统计的信息 然后我们再来进行一个模型的拟合 因为前面提到我们 拿到实际的数据的时候 一个数据它背后可能表达到 这个认知机制非常多 那么再回到刚刚那些最前面的例子 比如我选择左边食堂右边食堂 对吧 那你为什么产生这样的 选择的反映时分布呢 那可能是我自己这样的偏好 也有可能是我室友拉着我去选 这样东西对吧 所以我们认为它影响的因素不同 对吧 它参数不同 模型也不同 所以我们可能用这个真实数据 就要去拟合不同的模型 然后我们再去比不同的模型 最后得到一个这个 最最好的一个真实的模型 也就是这个WinniModel 那这个模型最好的话 就能说明什么 就是说明我们这个模型 它能能够解释我们这样的认知机制 对吧 那有了这样的模型的认知机制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报告这个 基于模型的一些参数 像比如说去比较两种条件下面 这个DDM参数的一些差异 或者是像传统分析里面 你去比两个条件下面 这个回归分析中参数的一个差异 就是去利用它模型的参数进行分析 但其实前面还有一步的话 会比较复杂 就是我们要其实要先进行一个 这个模型的再次的一个验证 那其实和前面的一个这个拟合 非常类似 我们先用真实的数据 去拟合到一个模型 一个参数 我们再用这个参数 加这个模型 去生成假的数据在这里 生成假的数据 我们再去比真实数据和假的数据 这样的差异 然后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 去比真实参数和假的参数的一些差异 来从而验证这个模型的稳定性 它就有这样子的一步 所以其实步骤会非常多 到时候我把这个PPT发给大家 大家结合我讲的 或者后面的这个视频 应该会发出来 大家再去理解 这样子的十个步骤 和前面的一个框架 所以到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已经总结完了 它这个什么是认知模型 它的数据是怎么样的 它理论是怎么样的 然后实验设计的一个重要性 那现在的话我们就去讲一讲 它的一些工具 或者一些真实的案例 比如在这个直接角色当中 在价值角色当中 或者在社会角色当中 它不同的一个扮演的一个角色 它能怎么用这个模型去 用到这些研究当中 所以现在我们就会 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例子的话 是这个DM用在这个神经科学当中 神经科学当中的话 他们一般用到的一个 首先任务的一个范式的话 是叫做这个Random Data Motion的Task 他们最开始是给老鼠做这样的一个实验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点 它有在随机的进行 这些点在随机的进行游走 然后有些点 它是可能有一致的一个 有一个一致运行的方向 然后有些情况 有些这个Trial当中 一些事当中 它的一个一致情况 会更一致 有百分之百的一致性 那我们肯定可以想象 在最右边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的判断会更简单 我们能很轻易的判断 这些所有的点 它运动的方向都是往上的 而最左边的话 它就混乱无序的 我们可能只能猜一个方向 然后这个是它大致的流程 也就是这个老鼠 如果它认为这点往右边的话 这个老鼠就会看向右边 如果答对 它就会得到奖励 那对于人的话 它其实也是可以这样子 进行一个操作的 然后它当中的话 就会伴随我们TrialDemo的 一些这个假设 或者它的一个过程 我们可以想象 当我们的这个 点的移动的一个 一致性越强的时候 我们信息累积的一个 程度肯定就更快 它就更简单 然后它这个就能 更快地达到边界 但是当这个点 它的一个移动 不是一致性的时候 它一致性的低的时候 我们信息累积 可能就会更慢一点 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 刚刚的这个任务 以及任务背后的认知基石 和这个假设 来猜测一下 这个DM模型 能不能应用到 这样子一个实验当中 然后比如说 有些他们猜测的 这个有些理论基础 这个965年 他们的一些基础 就我发现 我们的视觉当中 它有一个这个MT的 这个区域 它对于右边点的话 有一部分的神经 会进行激活 如果看到有往左边 运行的点的话 它有一些激活 往右边点进激活 然后这两种神经的 一个激活情况的话 它会进行 在一个区域 进行一个整合 最后使得这个老鼠 看向左边 或者看向右边 比如它做出决策 那其实这样子 一个过程的话 就是它有个神经 的一个激活过程 它其实就对于呢 我们信息的累积 也就是如果那个老鼠 它发现越来越多的 这个点啊 是一致的往右边 运动的话 对吧 它信息就会 给它累积 因为它那部分的 那个脑区啊 它那个神经 就会进行激活 就会放电嘛 所以它这边 放电就会提高 然后就促使 它进行一个选择 当它进行选择之后 它的这个放电 就会就会慢慢的 这个缩回回来了嘛 所以我们也看到 它的这个呃 这边它的反应时 和一个放电的过程 那它其实就间接的 能去印证 我们DDM当中的 一个信息累积的过程 它其实存在一种 可能的神经机制 所以也有研究去对比 这种onfire rating 它神经激活 和DDM信息累 模型当中 它信息累积的一个 那个机制的一个 一致性 所以后面就能发现 其实它是有一个 这样子一种关系的 所以就是说明 DDM模型 它信息累积背后 是有神经机制存在的 然后就是它 人当中的一个 一个应用 它是怎么应用呢 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说过 在老鼠当中 或者人当中 它都有一个神经激活 这样的现象 它其实就对应了 这个 DDRM模型的一些参数 对吧 DM模型 V或者AZ类参数 我们把这些参数 提取出来 和刚刚提到的 这个脑神经里面的 一些这个活动 这个东西 它的参数也提取出来 去做一种相关或者做一种算子 去行算法的话 那我们就知道这种一致性 它是不是有一致性 就可以同时通过行为数据 和这个神经的数据 来共同解释 这样子一种存在的一些机制 或者一些它认真的机制 或者一些它去预测 背识它在行为当中的一些判断 那它大致的一个框架 就是我们整合这个行为数据 和一个神经的数据 对吧 去得到这样的一个模型 然后去解释一些心理的一个过程 然后下面有一些 这个推荐的文献 然后可以得到一些结果 比如说我们可以知道 那个哪些核团 大脑中哪些核团 它对应了哪些参数 比如说那个有 我有一点忘了 就是这种脑打娃 它比如说对应的是这个 好像它的影响A那个参数 就是帮助人那个参数 那其实可以说明 我们在这个A变化的时候 它就用tradeoff的时候 我们更愿意去花时间 得到一个更正确的案 它可能就和脑打的激活有关 因为好像前面我就忘说了 那个A参数 它就是那个预值 这个预值它越高对吧 我们就前面提到过 它这个预值越高的话 就背识它会花更多的时间 但是它更可能正确了 因为我更 信息累积的更加多 然后我更增加 那个尊重自己的一个偏好 所以它的反应会更一致 或者更正确 然后它的反应时会更长 它其实这种tradeoff 就是我更愿意花更多的时间 去得到一个更可靠的答案 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说明 这样子一种机制 它其实是和某个脑区对应的 那以此类推 对于其他参数V 或者是那个T Z 这种bias 这种参数 它都是异对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 你兴趣的话 再做这种 认知神经科学的时候 可以去看一下下面一些文章 然后其次的话 就是这个TDM 在驾驶角色当中的一个应用 这个范式的话也比较简单 就是首先会给你看一个零食 然后去让你判断 你是否喜欢这个零食 有从负二到二的一个 这个评价的范围 之后的话 让你去给你两个零食 就之前去判断这个零食 就是他比如说有80个零食 对吧 他先把这80个零食都判断完之后 然后再去做后面这个任务 然后后面这个任务就是 给你两个这个食物 然后让你去选择 你选你喜欢哪一个食物 因为比如说我对右边这个食物 打的一个偏好是4 然后对左边这个食物 打的偏好是2 那其实我就更可能选择 右边这个食物对吧 但是由于刚刚我们提到 你选择左边食堂 右边食堂的时候 它和这个任务其实一样 它存在一个价值比较的过程 这种comparison的一个过程的话 它就是一个信息累积的过程 所以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出一种假设 我们就可以做出一种假设 就是我们的这个信息累积的过程 也就是那个漂移 漂移率的这个过程 它受到一个价值的一个影响 就是左边的价值和右边的价值 然后这个SATA和这个图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受到一个眼洞的影响 这个模型 它这个模型叫ADD2模型 它就假设我们的这个价值偏好 它会影响我们的一个眼洞 比如说我偏好于右边这个食品 对吧 我就可能看右边这个食品更多 比如说我看 它这里比如说它写的左边 看左边时候 那你信息就累积向你选择左边 那你看右边时候 可能就影响你看 那个就你信息累积 可能向右边 但是它主要有什么决定呢 由这两个物品的一个价值决定 比如说这个时候 我们把这个SATA设为1 然后把这个D设为1 这个时候 我们的一个价值的累积 或者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每次的一个累积就是 左边的那个价值 减去后边的价值 这样前面我们就开始说 那个Random Walk process里面一样 对吧 它有一个 比如说我们左边的价值 它是4 然后右边价值是2 那么它就有一个稳定的 一个Drift就等于2 但是后面有一个随机的Diffusion 这样的东西 它就会导致我们信息的累积 但是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加一个这个SATA 进来的话 就是一个它注意的一个 影响的一个大小 比如我们看左边的时候 我们就认为我们用边的是 左边的公式 看右边的时候 用到的右边的公式 当如果这个SATA等于0的时候 我们看左边的时候 信息就完全由这个 左边的一个价值 进行一个累积 当我们看右边的时候 如果SATA等于0的话 那么价值就完全 用右边的一个东西累积 但是如果这个SATA等于1的时候 那其实这个注意的影响的话 它就会非常小 用我们这个 比如说2-4 它等于-2 然后你这个 4-2就是正2 对吧 它其实是对称的嘛 所以它注意就不影响 所以通过一个SATA 加上两个公式的方式 两个公式的方式 就能说明 注意如何去影响我们的一个价值偏好 从而影响一个价值的决策 然后最后的话 它这个模型的一个主要结果就说明 我们这个注意的一个影响的功能 它存在 比如说你这个SATA等于的时候 就不存在注意影响嘛 然后SATA和0等于1都是那个注意不存在影响 或者是完全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它最终的一个模型的话 就是它一个模型的一个比较 然后这样子一个这样子一个概念啊 Goodness of bits 就只是模型比较的一个这个 一个指标 我们可以列成 这个回归模型当中 它那个R方 它也可以代表不同的回归模型 之间的一个效果 所以这里的话就是指 这个第一个模型 它的一个效果最好 我们看到它什么显出性啊什么的 它这里就是指这个 注意的一个影响的话 大概是在0.3的一个效果 所以这里这个例子的话就说明了 我们DDM模型 它存在神经方面的一个信息的 以及这个基础 同时它也在注意方面 也存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信息的 一种证据吧 那当我们有了这样子一种证据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可能尝试去把DDM 用到社会决策当中 那我们这样子就主要来讲一下 这个社会决策当中 如何去用这个DDM 我们就会提到 刚刚提到的这些六个这个框架 这个认知建模的六个框架 和它的十个步骤 怎么在一个社会 社会决策当中去进行一个应用 社会决策 比如说第一步的话 就是我们会提到一个 社会决策当中的一些框架 比如这个框架就有什么 一些刻板印象啊 或者一些公平角色啊 或者是你是群体内或者群体外啊 或者一些偏见的一些概念 当我们有了这概念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探讨一个实际的一个问题 然后提出一个具体的理论 比如说去关注这种对于 这种什么种族的一些性别的刻板印象 比如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 我们对于 对于这个黑人的一些刻板印象 它会导致我们产生偏见 然后通过一些印象形成啊 或者是刻板印象啊 或者是这种公平啊 正义的一些理论去进行一个解释 然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我们当我们有了一个理论的话 和一个研究问题的时候 我们更重要的是去想一个 这个它的一个实验假设和实验设计 然后这里我介绍的一个实验设计的话 叫做这个First Person Shooter Task 它主要的一个任务是什么呢 就是你们看到图中 它会呈现一个场景 之后会出现一个人 这个人它可能是黑人或者白人 然后它可能这里持枪或者不持枪 我们的任务就是选择去 看见那个持枪的人的时候 选择射击他 那我们的假设是什么呢 我们就会认为 如果我们存在一个刻板印象的话 我们可能对于这个黑人持枪的时候 我们可能反应更快 或者即使黑人没持枪的时候 我们也选择了这样的设计这样的过程 所以就是第一个这样的假设和实验设计 当有人来实验这个设计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结合想一想 如果用DDM的话 它可以解释个怎么样的机制呢 因为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 如果存在刻板印象的话 对吧 那我们设计那个黑人可能更快 或者更慢啊 或者是有些其他因素 我们一看这里 它其实就有一个假设 也是它最后的一个实验结果 它正式的一个实验结果 这个黑色的线就是我们对于 持枪的一个黑人的一个反应 然后这个虚线的话 就是我们对于持枪的白人的一个反应 那我们一个假设可能就认为 如果我们有刻板印象 或者一种偏见的话 我们对于持枪的这种黑人 它的个信息累积会更快 让我们反应可能就更快一点 然后其次的话就是 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种偏见的话 我们可能这个 对于信息累积和决策 这样的那个trade off 它可能有一些变化 如果我们可能看见黑人持枪的时候 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 才能反应过来 它到底什么没有持枪 我们才能进行一个 选择射击或者不射击的 这样的一种决策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结合前面的 这种对于传统理论的一些假设 结合上对于模型的假设 来共同去探讨 第一天梦在于这种社会决策当中 它是不是有这样子 能不能解释这样的那种效应 然后这里的话 左边这个图就是它的一个模型 一个设计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我们只是加入了那个两个条件 一个是组 它两个都是组内的一个条件 这里它只是写到可以加组件 组内的一个条件 后面我们应该可能也有机会 能解释一下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 它其实就非常对应我们传统一些分析 因为我们传统分析就是去比 不同的一个组嘛 这个组就是刚刚前面提到这个2x2的一个 刺激的一个组别 然后我们去比这种不同条件下面 背试的反应时 或者它的一个正确率 或者是它是否选择设计这样的倾向性 那这里的话 我们进行扩展就是去比 在不同条件下面 背试它这个模型的一个参数的一个过程 从而去映证 一个这个 刻板印象 它是否会导致一个认知机制的一个变化 所以其实它和那个传统的分析能比较好对应在一起 那我们当我们有了这个模型的设计的时候 我们怎么来把它转化成代码呢 然后前面的话 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数据的一个结构 就是一种 Langform这一层 然后这里也是和刚刚的那个一样 我这里好像有一些图 然后这上面的话是代码 它是这样子一个对应的一个过程 首先的话就是 我们知道DN5模型当中 它上边界对应的是一种选择 下面也对应的是另一种选择 然后它有两个反应时分布 所以其实我们的数据到时候 就是对应在图中的这两个部分 然后它进一步的话 就是对应到这个部分 比如刚刚我们最开始给了一个模型 不是说我们如果已知四个参数 对吧 我们输入反应时 就会得到这个反应时这个概率分布 那其实就是这一行代码 看到然后这里面它有四个参数 有四个参数 只是每个参数 它可能有条件和倍式的一个影响 然后也是这样子一个公式 然后来预测我们的反应时 只是它这里把这个公式里面的 这反应时给提出来了 因为我们最开始的这个公式是 你说反应时得到概率密度 它这里是一个采样的过程 就等于我们简单的理解 就是它把这个反应时T给提出来了 然后等于后面这一串 这样子理解可能会方便一点 然后继续的话就是公式 现在我们就也有了 实际上然后就是对应条件 我们怎么把实验条件加到这个过程当中呢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 这个它这个每一个参数 每个参数它有WBS S就是指倍式 然后这个B就是指倍式内的一个变量 然后W就是 B是指倍式间的变量 W是指倍式内的变量 也就是这个参数会随着不同的倍式 有一个不同的值 然后在不同的实验条件下面 它也有一个不同的值 它对应的就是这个部分 它对应的就是这个部分 这里这里是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 不同的实验条件下面 然后它的参数会有一个不同的变化 那其次的话就是因为它这个模型 用到了一个贝叶斯的一个 一个层次贝叶斯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要设置一个鲜验 也就是我们假设不同的实验条件下面 不同的实验条件的这个参数 它来自于一个超参一个分布 我们可以也就是比如说 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成什么 理解成那个假设检验 假设定检验 因为在假设定检验当中 我们不是认为我们从一个分布当中 去抽两个点对吧 如果这两个点它有显著性的差异的话 那它就可能来自于不同的分布 而不是一个分布 其实这里非常类似 就是我们从一个分布当中 去踩四个条件的点 如果这四个条件的一个 点的一个差异很大的话 我们用它来自于不同的分布 可以这样子去理解 所以我们要设置一个鲜验的分布在这里 所以到时候我们可以 大家对应这个代码的话 就能理解到它不同的一个参数 或者是它代码怎么去写 这样子一个过程 然后这里就是对于 模型的一个implementation的一个过程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对于实际数据的一个分析 首先我们提到在这个框架当中 我们要进行一个 对于实际数据的一个描述统计 所以这里也是对于 一个实际数据的描述统计 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黑人的一个反应的一个倾向性的话 它其实会犯错误更高 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它只要看见黑人 它就会选择射击 然后不管它是否持枪 对 这是这样子一个结果 然后它反应实际方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 它背势对于白人的一个反应会更快一点 但是对于黑人的反应更慢一点 那就可能说明 它为什么反应更慢呢 可能说明 它要去更进一步的去进行识别 才能判断这个黑人到底是什么 如果它不能判断的话 就会选择射击 可能是这样子 对应的前面的一些假设 这就是描述统计 然后这儿的话 有一些数据就是它的一个模型的一个检验 比如说它你和了那个 刚刚我们执行的那个模型之后 对吧 你会跑出一些结果 它进行一些检验 这东西的话 看不懂也无所谓啊 反正我们知道它做了这一步就可以了 然后后面的话 它就继续比较了 模型当中不是有四个参数吗 然后它就比这个参数 在不同条件下里面的差异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最开始的那个三个假设 就是 比如说那个 背势是否会对那个 有一些歧视 它那个 那个什么 这个是 调语率V 也就是它信息累积的速度 是否有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信息累积的速度 没有发生的变化 所以 它就 反正的不一样 我有点忘了 反正这个图上面 应该是没有差异的 或者只是 这一部分有差异 然后这个 star point 这里是 它写的好像是没有差异 然后 这个alpha这个参数是有差异的 alpha在哪 也就是这个参数是有差异的 也就是说明 它对于这个黑人 背势对于黑人反应的时候 它会更谨慎 更谨慎就是 它更花更多的时间 去进行一个反应 所以可能就是 我们有一些假设 然后去进行一个参数比较 然后最后来回应 我们这假设 它是否是正确 或者是错误的 所以那个 但 但它至于它 到底能不能 很好的回应 我们不用管 就是它 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 到后面的话 我们就 它这个实验就已经结束了 它的分析就结束了 但是会有些问题 就是比如说 它的一个 模型的一个 这个什么 仿章 或者是它模型的检验 它为什么没有做这些东西 所以这里其实我们就要引入一些问题 就是当我们去看一些真实的文章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实验 它没有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得那么完整 第一个方面因素就是可能 它没有看过关于这个 对吧 认知模型的一些框架 然后它是 它要需要分析哪些步骤 然后它有十个步骤 也哪些要去进行分析 它可能不太知道 或者是 它已经有一些鲜艳的经验认为 那些模型已经能代表这些机制 我直接去检验这些机制就可以了 所以它就没有做这些工作 所以当我们去看到有些工作 它做了模型检验 有些工作没进行模型检验的时候的话 就要知道它 就要去问 或者是去进一步的去探索 它为什么没有做 或者它做这样子的工作的一些理由是什么 但是它不管做没做 我们都可以对应到这样子一个框架当中 比如刚刚我们提到了 这样子的十个步骤 或者是那个 Firmwork啊 Siri的这些框架当中 去更好的读懂一个文献 而不是说 而不是你看到一个文章里面 它没有做这些步骤 你说 它为什么没有做这些步骤 它是不是不规范 或者是它是不是这篇文献什么问题 它可能有一些自己 在他们那个领域的一些范式的一些差别 所以就是可能要注意一点 最后的话 我们就给一篇这个 它是另外一篇 它也是做的一种 关于这种价值 跨期决策 风险决策啊 的一篇文章 它也进行的 就是我们刚刚给的公式的那篇文章 它里面就有实验设计 落在这里 然后它实验的一个模型的一个设计 然后它也有这个simulation之后 对于参数的一个逆核 然后 然后对于实际数据的一些分析 然后它这里对于模型的一个比较 这里模型比较 比如说DNM0 DNM 这个就刚刚我们这里写的 它一个是线性的 一个是非线性的 对三个模型进行一个比较 这里是模型比较一些参数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就比如说有这个AIC 不看这个有BIC DIC WIC 不管是什么的这样子参数 我们把它都如果是新手的话 就理解成是这种 回过模型当中的阿尔方 或者是你做过结构方针模型当中的 这个AIC 或者是结构方针模型当中的 那个卡方值 这种这样子去理解就可以了 反正它就是一个 你模型好坏的一种指标 所以这是模型比较 然后它模型验证也做了的 也是通过去改变这个模型的 不同的参数 去看它的一个实验数据 机制之间的一些对应 然后 然后最后它选择了 选择了一个最好的模型 就是最下面那个模型 进行了一个基于参数的一些分析 也就是比较 比如说不同 这个参数在不同条件下面的一些差异 或者是一些其他条件下面的一种 比较吧 比如说和神经相关的数据 进行做相关 也算做这个步骤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就是整个的一个 DIC模型的分析的一些流程 将通过刚刚的例子和这样子一种 大家下来可以去再去看一下 细细的看一下这面一些过程吧 还有对于呢 我们反正刚刚前面最前面提到的这些 它的FlyMorque 或者是它这10个Root 这些东西 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 最后再总结一下 我们介绍了这个决策场模型 然后去说了DDM和各种模型之间 SM模型或者其他模型之间的关系 它和这种认知建模的关系 然后它的目标数据 它解释的一个内容是什么 然后来说来介绍了一个更大的一种 建模的框架 然后建模的一些步骤 介绍了三个领域 简直的介绍了三个领域的一些运用 那其实在不同应用当中的话 这个模型它就其实进来一些扩展 因为你对模型的参数进行了一些增加 或者进行了一些改变 它就刚刚我比如刚刚提到的那个ADDM 或者是我们在神经 刚刚提到的用了神经数据的这个 它可以叫NDDM 或者是我们在社会角色 刚刚那个里面用到的 它其实用到的是一种基于HDM的 一种SDM 或者是一种Social的SocialDDM 然后它也有这种MixDM 或者是现在比较火的 我们去考虑和强化学习模型 结合的这种RDDM 或者是更进一步的 它去把DM进行分断 进行中two-stageDM 或者在conflict任不在当中 去运行的这种DDM 或者是在前面我们提到的 它Boundary and Collapsing的那种 它有一种衰减的这种模型 还有其他其他很多很多的模型 所以更多模型的话 可能大家只有私下去 再进行一个更深刻的探索 然后这里就差不多到这里 最后的话我们进行一些问题的一些讨论 大家也可以在这里进行提问 像我我也有一些小的问题 然后最右边的话是一个 扫他给扫个码 然后加入这个里面去进行一些提问 然后我里面也有分享的一些文献在里面 就刚刚刚这个整个PVT们的文献也会在这里面 然后比如说 这里面有些讨论的话是关于 这个DDM模型 它到底是一种动态的模型 还是静态模型吗 因为现在很多的人 他认为DDM模型是一种动态的模型 为什么动态模型呢 因为他解释了我们在决策过程当中 信息累积的过程 对吧 但是其实的话 这个DDM模型 有些人他也会持一种相反的态度 就是认为 因为我们那个反应时分布 它是一个静态的一个反应时分布 它不是像那个强化学性模型里面一样 我是知道 我这一刻做了一个决策 对吧 我参数我的一个价值倾向产生了变化 然后我下一次进行一个选择 然后再下一次进行一个选择 它每一次这样子有一个序列的关系 而DDM其实还是没有这样的序列关系的 所以它不可应该 有些人认为 它就不算一种一种静态的模型 然后并且的话 这个DDM模型里面 它其实有两种实现的方法 一种是对那个反应时分布的 那个直接拟合 一种我们今天讲的这种 它这种的去直接对一个反应时 进行一个拟合 它其实就像用震态分布 对反应时进行拟合一样 对吧 它其实也是一种静态的过程 也不是一种动态的一种模型 但是当然它有一种扩展的话 是可以比如是像ADDM一样 对吧 它结合眼动的一些信息 去考虑 被是信息累积的一个 真正的一个累积的过程 所以这个时候它可以算作一种 Dynamic的一种动态的模型 所以这DM模型 它到底是算静态模型 动态模型呢 所以还是感觉有一些疑问 大家可以进行一些思考 在自己下面看动文的时候 那其次的话就是 这个信息累积背后的一个 到底它累积的是个什么东西 因为从神经的科学的一个 证据来看对吧 它其实我们在进行决策当中 我们的这个神经会激活 然后这个激活它导致了我们 一种信息累积 但是在社会角色当中的时候 对吧 它是否有这种普遍性呢 是否我们在对社会角色的时候 它也有两个脑区激活 然后它也能有这样子一种竞争 从而导致我们信息累积呢 它可能就不能去 很好的通过信息累积来说明 我们存在这样一种机制 那这个时候 但是它模型又是假设存在 信息累积的 所以这种信息累积 它背后到底反映的是个什么东西呢 其实我也值得 我们进行去一个思考 还有前面提到的 这个没有怎么说的 就是模型那个拟合的问题 就是模型拟合的好的话 它就能算是能一个好的解释呢 解释吗 我们就能通过低电模型的一些参数 去反过来解释其中的认知机制吗 其实我觉得也是有问题的 比如说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做结构方程模型 这种或者是 小架学术模型 它都有非常多的模型扩展 可以加入这种参数或者变化模型态 然后有些模型 它可能你和会更 反而它也更好一点 但是它不同模型 真的一个假设 其实都完全不同 那这种 这种好的一种 表现的你和很好的一种模型 它能提供一种认知机制进行解释吗 其次的话 就刚刚也有同学问到 这个它不同编码的问题 就是这个电源模型 它可以把上边界认为是 我选择左边是它 下边界认为是选择右边是它 但是它同时也可以认为 上边边界是我们选择正确 下边边界是我们选择错误 对吧 存在两种编码模式 这种两种不同的编码的话 它其实模型里面的机制 是存在一些差异的 比如说去 很多时候我们在群里会去讨论 这个Z参数啊 就是那个BICE 这个其实点那个参数 在这种两种不同的编码中 它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其实关于D-Demo 这个模型 它已经比较成熟 但是它还是依然有很多问题 在影响中 提出这些讨论的话 就是希望同学们在 这个听完前讲座之后啊 然后自己去看文献的时候 更加的注意这些问题 而不只是单单的去学一下 它的代码怎么用啊 或者是它怎么能跑出 刚刚前面那些结果 那些结果的话 只是属于它框架啊 或者是那十个步子中的 一些一个部分 而真正重要的 我跟前面强调过 其实是你的实验设计 你的实验假设 还有你背后的一些实验问题 好 然后今天的一个 最后进行一些推荐 然后入门的话 大家一定要去看 这几个文章 比如说这个HDM文章 这里有代码 然后刚刚我举的一个例子的话 那个社会决策任务的 那个例子的话 也就是这篇文章 它里面提供了 关于那个GAGS的一种 工具包的一个使用 怎么去你和DNA模型的一个算法 然后这篇文章 应该也是必读的 是16年的 他们关于DNA模型的一个综数 写的也是非常详细 然后我几乎也是参照了 很大部分都是 这个里面的东西 最后的话 还有一些这种 大家推荐阅读吧 如果已经入门的 对吧 来听今天的这个分享的话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这些文章 感觉挺不错的 比如说这篇文章的话 它就去讨论 这上面这篇文章 它就讨论 刚刚我们提到的 那个ADDNA模型 然后这篇文章 它就认为 其实那个注意 真的能反映 我们的价值偏好吗 从而去影响 我们的信息累积吗 所以它这篇文章 就认为就好像 可能存在一些 争议的一些问题 对 然后还有反正很多 还有比如说 下面这篇文章 因为DNA模型的话 它一般都是用在 二元决策当中 也就是你两个 你选所 或者选右两任务 那更多的选项 或者更多的属性的时候 能不能用DNA模型呢 所以它也有一些 这种讨论啊 或者关于它的一些扩展啊 所以很多很多的一些东西 然后其实后面还有 好像关于 关于这个公式推导啊 什么的东西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再到时候 再讨论一下 我现在看一下问题吧 就是大家有问题 可以直接开麦奖 或者发到那个聊天框里面 然后我看到有个同学是说 可以分享录片和PPT嘛 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New Year Talk公众号 然后我们会把那个 今晚晚一些的时候 会把录片和PPT 分享在公众号里面 然后呢 大家有问题可以提一下 然后现在这边晚课 我有一个问题是 就是因为从画的曲线上来说呢 我们会觉得那个DDM 它的信息积累 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那所以呢 就是就像刚刚那个 左边一个巧克力 右边是另一种食物的 这个这样的范式的话 他们在那个物理 他们在位置上是分离的 就或者说我用另外一个 就比如说我做 听觉判断的时候 假如说因为我们组 是经常做分类的哈 就是听觉分类呢 它是有一些特征的 听觉材料的呈现 由于呢 跟由于听 由于听觉内容的特点 它就不能同时呈现 只能按照顺序呈现的 一种方式 然后一个听觉刺激 和另外一个听觉刺激 中间就会有稍微的间隔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可以用 DDM model 就是它会不会算是一个 哦就它信息积累不是连续的 还有我看到这个 这种空间方位是分离的 我们也可以认为 它的那个信息积累的过程 是连续的吗 还是DDM 它没有特别强调过信息积累 就是一定要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嗯 这个东西它有两个解决方案吧 第一个东西的话就是 你把那个任务范式变一下 就变成正确或者错误的一个判断 也就是你呈现一个刺激 然后让被试据判断 这种正确或者错误 或者是是或者否 或者像Go to Go那种 或者它不做判断 就是在这种方式 它是这种方式 是可以进行定量模型抵合的 那其次的话就是 如果你认为这个听觉控制的话 它听觉控制其实可以同时呈现 如果你刺激比较长的话 你其实可以左右和左耳和右耳同时呈现 它其实也可以达到一种信息 这种竞争的一种关系 然后还有的话就是 如果你是连续呈现的话 它其实也可以用 但是你模型上面和假装上面 可能要找到比较好的证据 而且你可能要收集一些其他的信息 因为你那个 你什么时候呈现第二个刺激呢 对吧 它什么时候做决策呢 然后它中间的这个 在第二次进行 看第二个刺激的时候 它信息累积会发现怎么样的变化呢 你在模型当中和你的实验设计 假设当中的对要有很好的对应 才可以这样子进行这样操作 可能就更困难一点 好 我理解了 好 我理解了 谢谢你的建议 好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可以 我看一下吧 这个DM的操作 因为其实我那里面就大致 说了一下那个操作了吗 那就是有不是有代码吗 对吧 然后也给大家标出来了 每一个部分是什么东西 对吧 如果大家去看这个文献之后 结合PPT就能应该能更快的去理解 如果还是有需求 需要这个讲代码呀 或者是讲操作的话 我们可能后续再去专门出一期 这样子的一个视频 或者一个讨论啊 大家一起去 hacking这种操作啊 也是可以的 就网科你 那我提个问题 就是网科你知道放在这里 当你讲的时候 其实我当时是有个疑问 你这里四个参数是不是 他那个prior 就是那个hyperparameter 都是都是这样的吗 他这是真的 还是说他只是在这里画一个图 这个 他JJS好像真的就是这样子 他JJS 对的他JJS的他的那个sigma 就用的gamma的分布 好像确实不对 应该那个V至少用多么的 他这里用的这个uniform 对他全都是一样的 对 这个要可能具体的看一下文章当中 我这里也没太注意 可能 对对对 他反正图示给的是样子的 给的是样子的 OK 他他这个是JJS的那个做的是吗 不是用 对 这就是JJS的一个代码 这里就是 可以看一下先验 对你可以看到 他这里代码里面给的也是 四个先验的话 设置都是设置的一个uniform的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分布 然后他的 OK 变异的话用的gamma 对可能他这个本身有些问题 对 因为他这个的话 我以前看也是把它当做一个 非常基础的一个操作的教程来看的 但是他里面的一些 刚刚也提到 就他其实没有做模型验证啊 很多操作 他其实并没有进行这样子一个 去做这样子一些东西 所以可能的话 只只能能比较初期的时候去看一下这个东西 所以我才讲了这种飞摩尔克啊 和他十个这种步骤 并且对他这个文章说了一下 他算一种批评吧 或者是这种质疑 对 这个文章 不好意思啊 我也想问个问题 接着那个传访老师的 这个 这个JX的代码 他里面是说 比如 在Trial上的 这个Intertrial Variability 也是用一个normal分布 是吗 相当于是 就是 就看你左图的中间这一部分 以及右图代码 他是说 所有的四个参数 他的 他的 你这个中间这一块是Intertrial Variability 就是Trial之间的变异吗 全使用的是Norme分布吗 还是 他 他这里是这个 他这里是就是条件的嘛 条件的在这儿 然后他背试内的 他又写在这里 他应该是就 假设的都属于一个正在分布 就所有的参数都属于正在分布 对 OK OK 他这里 他进了个负的循环 对 对确实 如果你说他这篇文章 可能有些问题啊 我当时都没有很细的去想 这还有大家 有其他问题 然后有人问FastDM吗 是不是不能做模型比较 FastDM好像 想一想 是基于那个 应该能 这个FastDM应该能做模型比较 EasyDM不知道好像能不能啊 他们好像 可能也 Easy做不了 Easy做不了 Easy他直接给了最优解 你得拿Easy2 Easy2才能做 就是只是 但最早的那个Easy 就2007的一篇文章 做不到模型比较 但是不是 他那个包好像 他包是没有给 但是如果你是要硬去做的话 应该 能去做一个那个 因为 确实Easy 他那个 他只用到了那个 均值嘛 均值和这个 选择的一个P这个概率 这个FastDM应该是 他有一个 可以做最大自然 或者那种 能给一个这个 Likelyhood的吧 要去做的 但是FastDM实际上 他推荐的方法 也不是Likelyhood 推荐用的KS 对对对 反正他们 这几个应该 他用KS 然后 最大自然还有 好像还有一个什么方法 对 其实那个什么 HDM里面都有 不要大家发现 没有啊 HDM可以做EasyDDM 然后也可以做最大自然 和这个KS 然后反正 这几个 他有一个用卡方 也可以对 用卡方 可以可以估计 HDM其实们也有 要参 一些问题 参数越多 模型越复杂 拟合度越好 这个拟合度越好 他有争议 不一定嘛 参数越多 不一定啊 但有可能出现过你 对 过你核是 我觉得在我们这种 小数据 这种small data的 这种模型当中 很可能出现过你核 然后怎么识别和防止 这我感觉 我这个学的也不太好 我觉得我现在也有 这个最大的一个疑问 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后面那个讨论里面 会说到一些这种 他能否通过 DD模型来进行一个 反过来进行一个解释啊 因为到后面 参数越来越复杂之后 每个人他加入新的参数 或者变换一些机制的时候 他都说他模型比较更好 那每个模型 不同的模型 他那个解释的机制又不同 那到底谁是正确的呢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还是挺复杂的 但挺值得思考的 然后一般来说 对 Cross Validation的话 嗯 那个用那个路 那个就是他那个 Leave One Simple 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 那个值应该和Cross Validation 好像是一样的吧 因为那个值 然后那个值的话 他也和那个WAC非常一致 所以其实我觉得 不用这 不像机器学习里面 去做Cross Validation 应该也可以 而且计算的话 确实会比较慢一点 但是我因为这个 DDM模型 他们的数据都不会很大嘛 除非你是用 M Samsung这种采样啊 里面他会有采样的东西 非常多 但其实一般不会很 很大的数据量 计算也不会非常大 嗯 而且现在我最近也在看 感觉那个用M7MC的话 他确实计算都太慢了 你如果用一些 变分的一些算法的话 可能会不会更好呢 我也现在在考虑这些问题 这个大数据的话 其实就是神经网络那些了嘛 或者是很多分内算法 然后现在我也有看到 很奇怪的一些那种 比如他用DDM模型 去加在这个大数据当中 那他DDM模型 因为它是个认识 一个precised model 他不是像前面提到的 这种大数据里面的 这种descriptive model 他他所以他怎么用呢 他其实是通过DM模型 去反过来生成数据 也就是那种simulation的 这种过程 然后再把那个生成的数据 和一些这个真实的 一些收到的这种描述性的数据 再去做一个这种比较强大的一些深度的一些算法 或者是其他的算法 而不是直接用DDM模型去分内 这样子 对但是这个LU这个值和WSA 他需要这个贝斯的一个框架吗 大家在等个HT 对对这个 胡传 胡传鹏老师 他这个不是代码已经 那个写的挺好了吗 所以他 大家可以那个到时候找他 交流一下就可以 这个 对 然后晚科 我刚到前面漏掉一个问题 其实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说在模型里面 就会有加SVSZST 这些参数 就你有没有什么经验 就是我们什么时候需要把这些 这几个参数加进去 还是可能是我 就是你和很多个模型 然后利用DIC选择一个更好的模型 就是对吧 对这个经验的话 我今天也不是很丰富 但是我觉得就是 首先你看是在什么框架下面吧 如果你是要做模型检验的 这种模型验证的话 他你可以直接那个直接用FullDM 就是七个参数的 然后再去考虑的这种模型扩展 也就是其他变量 或者有其他数据的这种 我们比较 那你又不用去再比较 他是否存在SVS 这样子的一些影响 你可以直接全部加进去 他们一般是这样做的 但像因为在这种模型当中 他一般就不会考虑四参数了 他不会去比较 你四参数和七参数的这样的差异 对 然后如果你要去考虑四参数的话 那这时候他可能用的一些算法都不一样 因为还有一个很大问题 就是刚刚提到的 你四参数的话 他其实是有解析解的 就是有那个 Winner Winner First Positive Time的一个 一个解析解的 但是你参数加入那些SV之后的话 他解析解的话是有问题的 像那个 什么就是刚刚提到的 里面有一个积分的 就是那个什么Narrow Time 2009年做的那个 他那个其实是一个 叫什么 什么一个高阶矩的一个解析解 他其实不是一个很真实解析的 他用到一个叫什么 那个Small Time和Larget Time的 两个方程去拟合这样子一个东西 所以对于这种比较多参数的时候 往往我们都会提到这个HDM 他用到BS的框架去进行拟合 这时候传统的模型和 现在中的HDM模型的话 它的模型的框架不一样 而它计算出来的那个损失 损失的值啊 它也不一样 所以没有办法进行模型比较 所以的话 就所以我会提到 它会分开 如果你用FHDM的话 你考虑其他扩展模型的一些问题 如果你用四参数模型的话 他考虑的模型的框架的一些问题 也会不一样 好 谢谢晚哥的分享 好 那看到大家 看到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了 那今天就可以就这样子结束了 然后我们来 对 刚刚那个 如果大家以后的留分 然后真的非常感谢晚哥 以及那个今天线上的每一位观众 特别是那个胡串喷老师啊 胡肖老师 大家都提了很好的建议 以及让我们这些小白学到了很多 然后 我们可以大家一起 就是有一个合照 对 我们 最后合照吧 最后合照了 然后我先感谢一下 澳门大学认知于脑科学 认知于脑科学研究中心 然后谢谢那个中心的支持 然后也感谢那个 成瑞的Brain Technology公众号 帮我们分享我们的每一期沙龙 然后让我们有更强 更多更广的影响力 然后总之呢 就是非常感谢晚哥 以及今天线上的每一位 然后最后我们可以拍一个那个合照 然后如果大家愿意的话 可以开一下摄像头 可以吗 对 然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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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